好 体谈话题 遗留病国手黄玉玲呢 在亚运战中 是以这0.01秒 是帮助这中华队 逆转险赦韩国队 我们看到在13号 他是参加了这全运会的 1000公尺的争先赛 而在终点线 他一次是提前举手庆祝 就被对手压线逆转 是以这0.03秒的差距隐恨 这情况呢 就像是亚运的翻版 对此黄玉玲说 因为这亚运回来之后呢 他就确诊 那状况没有很好 而失误部分 他会继续努力 秉持不放弃的精神 黄轮选手们 在终点线前奋力往前滑 国手黄玉玲 在终点线前振臂庆祝 以为自己得了第一名 但仔细看 身旁选手在终点线前 临门一脚先持得点 现场也立刻吊带回放 确认名次 感觉是玉玲稍微快了一点 但是 对 有可能改判 来了 这是什么 亚运的这个第二章吗 13号台南全国运动会 男子黄轮溜冰 1000公尺针线赛 原先黄玉玲 疑似以为自己摘金 提前庆祝 没有想到对手赵祖正 一个劈腿压线 以0.03秒的差距隐恨 情节仿佛 雅运翻版 云林是不是先庆祝啦 是好像变成当时的这个亚运会的韩国全手 状况没有很好 那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导致说就是也最后也不敢去跨那一个压线 因为怕说就是因为刚确诊完然后软手软脚的 就是也怕自己受伤 黄玉玲在杭州亚运男子竞速滑轮 3000公尺的接力赛中 在最后的终点线前奋力迈出左脚 靠着不到0.01秒的奇迹压线 逆转的松懈 提前庆祝的南韩选手协助中华队摘金 如今却轮到自己被逆转 没有想到这一次全运会上 变成黄玉玲一度松懈被逆转 网友也到他的粉丝页留言 说好的坚持到底呢 提早庆祝请问是怎么了 不好好冲刺是哪招 黄玉玲也回应 失误的地方会再继续努力 并持不放弃的精神 只是这个过程还是让不少人感叹 根本是牙运神剧本出现 记得苏廷姚文华台南报导